亲爱的各位M-LINE伙伴,长辈,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我妈妈名叫黄玉仙,今年91岁 她曾经饱受着将近15年的全身关节风势疼痛 一直以来,双手的食指都是僵硬的 而且医生只给止痛药控制着 在2012年,就是88岁那年 她的双脚痛得更厉害,而且还有水肿 简直不能走路,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轮椅 从止痛药改为注射 止痛针和风湿针,两针同时注射 每个两个星期就注射一次 到了2013年6月,我带她的骨进专科检查 发现到,她的双脚气概不单只是没了骨油 而且两边的骨已经被磨到 黄陷进去,像月牙形状 无意义的办法只有动更换气概的手术 手术前,检查全身一切都很好 医生还建议两边气概同时更换 经过了4个小时的手术很顺利完成 两天后就能够下床,学习走路和做福建 身体也恢复得很快,也能够正常的好好吃东西 但是,在手术后的第4个星期 妈妈的身体起了很大的变化 起先是没胃口咽不下东西 全身胶硬,无力,起不了船 而且,网上还痛得翻来覆去 简直不能入眠 每半个小时都要扶她起来 小便一次 就这样,渐渐的严重到 不能够吞噬,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够吞了 后终也一秒 经过西医检查后 却告知妈妈的身体五站六幅已经退化了 只能再次依赖止痛症和风势症 但是,还是照样不能吃 后来又转去看中医 还是没有改变 甚至医生还下了审判说 只不需要再来见她了 只能等就办身后事了 那时妈妈每次东西已经四天了 很危险 很紧急的时刻 许多亲戚朋友都来看妈妈 那时她只剩那非常微弱的气息 唇身都僵硬 你扶她起来,她的背也是这样子治的 好像人家讲难听那些 好像僵尸一样了 家人都瞒着办身后事了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 我就叫我弟弟把妈妈抱上车 带她到教堂 就在这一次的祭崇拜时 透过教会里面的一位姐妹 建议我到拿让专科 无尽的业未治疗中心 当时我在心想 反正一生都无能为力了 就死马当活马一杯 就抱着那种不凡去试一试的心情 第一天试了 觉得没什么改变 第二天也没反应 到了第三天不得了 她痛得更厉害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还是天天给她使用电位治疗 只要了一个星期后 奇迹发生了 妈妈竟然说 她不要再做轮椅了 只要靠着拐杖就可以慢慢的走 当时我非常 来掌声一下好吧 一个星期多 不用做轮椅 当时我非常开心 因为那时她也开始可以吃东西了 知道就这样我就天天在她去中心使用电位治疗 知道去年正月 从之前两个星期注射一次的止痛症减少到一个月一次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妈妈睡了M-line床的第六天 更奇妙的事发生了 做来也难以置信 妈妈竟然不需要用拐杖就可以自己慢慢的自由走着去厕所 这个是在加州 还可以自己上楼 可以自己上楼了 在加州她有扶手吗 比较方便上楼 刚才上来的时候没有扶手 有人牵着她 她比较难一点 最关键的还是这一张M-line病流传 我觉得 睡了M-line床 因为她睡了M-line床的一个月后 永恒这两边手疼痛 无法抬高 连梳头发都做不到的 完全不吐了 第二个月就再没有打止痛症 一直到现在 已经十个月都没有打止痛症了 门掌声一下 她现在是非常正常了 我应该先感谢上帝 亲与我走进教堂 透过那位姐妹认识了这么神奇的M-line医疗传 让我妈妈回复健康 起始回生 使她的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 我们掌声一下 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那现在大家想不想看她母亲啊 来 在台上 好不好 请她上来啊 OK 这样的小姐我们就请 我们的大姐上来 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她可以做的一些动作呢 是你难以想象不到的好不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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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